大家好 在今天东北季风增强了 你有没有明显的感觉到温度下降 这句话对于苗栗以北的朋友有感觉 但是过了台中以南的朋友 越往南走越没有感觉 因为今天南北的温差 就在东北风的影响之下 明显的有差距 那我们来看什么呢 就来看看今天的一些观测资料 先来注意到今天呢 那清晨最凉的地方在哪里呢 在宜兰 宜兰天亮之前的温度只有17.9度 而到了淡水的温度只有18度 所以在天亮之前 凌晨3点到4点这段时间的时候 东北季风是明显偏强的状况 加上因为天气晴朗有辐射冷却的作用 温度形态来说在天亮的时刻 在连北部地区都只有在20度 不过今天的风在海边的部分都偏大 新屋的部分在早上天亮之时呢 有到达8级的阵风 那刚刚呢看摄影 刚要进摄影棚的时候 看一下观测资料 台北市现在还有在6级的阵风 那新屋这边的阵风呢 是在6级的阵风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 在东北风偏强的时候呢 沿海阵风 尤其是北部海边的阵风 都会比较偏大一些 骑车的朋友要注意了 但今天往南走 在这个从彰化的田中到南部地区 都在31度到30度左右的高温 而在彰化田中 算是温度最高在31.1度 我们的天气啊 在明天晴朗 好天气之下 你要注意的是日夜温差非常的大 今天晚上到明天天亮 仍然是天气晴 会有辐射冷却 所以在北部地区晚上的温度 没有昨天晚上那么冷 但是呢 晚上大约也是在21度左右 骑车的朋友要注意 那接着呢 礼拜五的白天的气温要上升了 所以呢 日夜温差大之下 中午的高温在北部地区 也可以到31度 早晚的温度状况是偏凉在21 有没有注意到 温差部分有10度之多 礼拜六天气更晴朗 温度状况偏高 相对的高温都上看到32 甚至33度 可是礼拜天的母亲节 母亲节的话呢 北部的妈妈要被雨拒哦 因为北部随着封面云带的接近 到了星期天的中午以后开始 伴随着封面前沿的云层影响 会有震雨或雷雨的现象 但南部的妈妈要带阳伞 因为在这母亲节中午吃完饭之后 南部仍然是太阳高高挂 我们来看什么呢 先来看看最新的雷达 雷达上面可以注意到一些 零星的水汽的发展 可是呢 这些云层发展你可以注意哦 它是在消散当中的 最重要就在于说 我们台湾的环境场呢 现在风向还是一个偏着 北北东风要转偏 东北风的关系 所以北部的朋友会发现到 温度明显的有下降哦 现在北部的温度在22度 那到了中部地区呢 是23 南部地区现在的温度在26 有没有看到 在现在已经到了7点半的 观测资料的时候 南北的温差部分 也有在4度之多 今天呢 只有在南部的山区 有点零星的 我后的雷震雨出现 这是我后雷雨哦 那其他地方的话 基本上就在东半部迎封面 零星的一些降雨状况 从这张真实色彩的云图当中 我们可以注意到云层的发展 先注意到 在西南方这边有云带 水汽发展正在逐渐的 往北的方向移动 台湾上空呢 虽然有一些高空的云层 会通过 但不会下雨哦 但北方的高压呢 现在已经逐渐的进入到达 东海跟黄海的位置 风向开始已经渐渐的变为 一个偏东北东风 要转偏东风进来了 我们从卫星云图上 就可以注意到 有一些云带的发展 正在逐渐的朝着 比较偏的东北东的方向 在移动 但未来呢 会在这个地方形成 一道封面云带 可是呢 这封面云带在礼拜五跟礼拜六 还不会影响我们 因为最主要就在于说 北方的高压到明天的时候 它就到达日本的东方海面 我们的风向开始变东风 所以呢 礼拜五的中午高温 北部31楼 中部32楼 南部也有32度楼 有没有注意到 星期五的温度 随着高压的东移之下 温度上升了 那再来呢 我们的天气状况 会到了礼拜天的时候呢 有一道封面云带开始要出现 星期天 封面云带在星期天的下午 前缘的云层开始进入的过程当中 北部地区就伴随着 会有震雨或雷雨的现象 中部南部呢 最主要呢 上午的时候还是多云时勤 到下午到接近晚上的时候 开始有点短暂雨 可是封面走得很快哦 它到了礼拜一的时候就走掉了 周一的时候封面就走了 因为北方又另外一个高压系统下来了 又带进来东北风 所以呢 这波封面也不算是美与封面哦 因为这个封面系统整个走向来说 它很快的就已经通过了 那再来 我们注意哦 等到了五月中旬之后 礼拜三以后 华南这边到西南地区的水汽发展建构 开始逐渐的出现 将雨形态来说 到了五月十五十六以后开始呢 美与封面的整个架构来说 就会开始逐渐的成型哦 那从罗氏预报上面 在GFS今天的资料也改了哦 在南边并没有什么热带扰动啊 所以前几天大家听到新闻上面 在吵的热带扰动 在这个季节也不容易啊 即使有发展也不会来到我们台湾附近的 好 来我们来看温度了 先注意到 晚上的温度凉瘦瘦 白天的温度状况偏高 日夜温差非常的明显 中部地区的日夜温差 有达到十到十一度哦 南部地区的中午高温部分 甚至达到三十二度的高温 而东半部地区呢 云层在早晚略多 白天的时候阳光都会又露脸 而外岛地区呢 夜晚温度还是比较偏凉一些的 未来一个礼拜 我们注意哦 礼拜五 礼拜六好天气 到了礼拜天的中午以后呢 北部地区转雨 中南部地区到下午以后的 伴随着午后阵雨之后 降雨增多 礼拜一雨后再转多云 周二天气凉稍稍 周三到周四以后 另外一波封面到周四以后 开始再接近 不过下一波东北净风强度 跟这波有点雷同哦 大约在二十一度到二十度 那外岛地区要注意的是 六根热瘦 伴随着低雨影响 会有一些浓雾的现象 小丁铃两件事情要提醒 早晚凉 骑车的朋友穿着要保暖 还有呢 清晨黄昏阳光墙 逆光行车的朋友要注意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十八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呢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